空中不明飞行物体闪闪发光 火焰划破长夜 镜头前后各界丙心凝气 随着物体缓缓下降 安全着陆 科学家纷纷其力 以欢呼和掌声迎接 美国NASA太空船 欧塞瑞斯号 在台湾时间25号早上6点左右 降落在美国犹他州沙漠地区 令众人期待的是太空舱里 极其珍贵的小行星样本 号称有史以来 收集到最大的小行星样本 来自贝努小行星 之所以选他作为研究对象 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最有可能 在2182年撞击地球 事实上贝努小行星样本并非全属于美国 接下来将与加拿大 日本和其他35个研究机构共享 样本听起来很多 但其实只有250克 相当于一只仓鼠的重量 科学家会将10微米颗粒 切成十几份奈米大小 数量绰绰有余 NASA从2016年发射太空船 如今再次回到地球 已经过七年之久 科学家希望费时耗资的巨大工程 有望帮助解开46亿年前太阳系 地球与生命形成的奥秘 带新闻网家政编译